随着马宁的一声哨响 由秘古视频和一同高清为您带来的 2023中国自由协会超级杯决赛 武汉三镇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的上半场 已经开始了 相对来说可能在浙江待的时间长一些 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的进攻在左侧 那些之后船中到中路 因为红牌本来就停一场 然后再加上这个追加的机会 倒三角 起球 投球 投球 球卷了 阿奇兹 雅库布 阿奇兹 雅库布 投球破关 投得很坚决 很坚决 三人当中 突出来 戴维森带走一个防守队员以后呢 突然之间感觉面前是有这样一条线路 没错 但是绝对是需要有速度 有对于球的这种控制的能力 没错 都是需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提高的 是 他这现在这个特点有点和卡拉斯科打意味有点像 这是机会 陈伯 凯勇 往中路走 这个球被刘远座扑了一项 过成功以后呢 是不是有可能也能造一个点强 没错 对吧 这次转的也还可以 还是伟少一对一面的贾迦松 两个四号的对决 又好球 走外线 直接打门 三镇他们前面这几个外人位置蛮活的 对 好球啊 好球 漂亮 这个球是个黄牌啊 上的时机稍微偏晚 而且我们提到过邓韩文除了有身体以外 速度其实挺快 是 对 是很现代的这种踢法 他也算是年少成名的 板板场接起美声了 四十分钟 把他转后点 华莱士 来看 板球 直接打一跤 稍稍高出 就站回去了 现在两个边是孙博文和 刘冰冰 陈璞是前腰了 对 陈璞前腰 对吧 贝莱尼是中锋 现在这么踢 好球 打了 打门 清楚了 谢鹏飞 第一下突呢就挺有威胁的 是的 在受阻以后啊 斯坦球这一下 嗯 这个球其实阿奇兹也有侧动啊 对吧 他做给 一停 最后脚腕呢 是做了一个变现 是 而且呢有所控制打一个反脚 对 分量并不大 嗯 稍微还是要打的 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在 没错 我一再次给的不错啊 好球 打门 有 有倒地 刘洋 但是这一个碰撞看看 你有套路啊 其实效果要好 球没挺好 嗯 这球如果停在右脚位的话 就像 谢鹏飞那脚 对吧 一停马上就打 刘洋 尖路拖 下地传中 机会 机会来了 打门 赛普 刘电座立功了 哎呦 这球怎么就打得这么震 我们看 你看华莱士帮到忙了 对 对吧 华莱士帮到忙 这刘一鸣这边呢 可能这个落点 好球 机会 踮一脚 凌空往中间走 哎 喝啊 这个错误犯得蛮低级的 刘病病 哎呦 蛮低级的错误 这个刘电座怎么开大脚 开在泰山球员身上了 他领先 招什么急啊 而且还没越位 这个球最后高准毅拖在这 对 高准毅其实他很 很惊的 你看高准毅马上回头就问越不越位 但实际上没有 这个都想不到的 谁拖在后面都是这个正常的 正常的 是的 还看啊 刘电座还稍微往后一点 对 对吧 他脚在前面 对 这个脚 对 就看脚的话是越位的 是 因为这个场景下不能以高准毅为那个线了 得以刘电座 他不是倒数第二个 对要以刘电座为最后一个防守球员 倒数第二个防守球员 那有可能要吹出来了 要吹下来看 越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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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气 好运气 哦 哦 这个 离地了 人已经离地了 孙准浩 人离地了就看这个动作脚伸没伸直 如果伸直的话 那这个红牌是没问题的 是 对吧 对 哦 那这个红牌没问题 红牌没问题 红牌没问题 对吧 人离地 脚伸直 往脚外 还前面 威胁不大 这样的话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了 武汉三镇 2比0 战胜了山东泰山 拿下了2023中国球协会超级悲